下面我们开始第十三章第四节管理传证服务器这节内容的介绍 管理传证服务器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管理传入传证 第二是管理传出传证 首先请看管理传入传证 管理传入传证它也包括两个方面 特别是管理传证服务和管理传证传入路由 管理传证服务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传证服务管理器 在控制台中右击相应的节点 然后选择启动或者停止 当有传证到达的时候 首先就会进入传入堆裂 传入路由会决定传证接收完毕后如何处理 等一系列的动作 当然了 它也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作用于所有传证设备的全击方法 另外是一个 另外是作用于特定传证设备的传证方法 这个要根据 不同的操作 进行不同的设置 在书上讲的已经比较详细 这里有一些调节的限制 我们就不再细讲 当我们选择属性进一步设置 路由目的地的时候 有三种方 有三个选择 这个在我们书上也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 有三种方式 一个是通过电子 邮件路由 另外一个是 存储到文件夹 和打印这三个选项 用于我们进行 下一步的一些操作 本节的第二部分内容是 管理传出传证 管理传出传证 主要包括 停止和启动 配置传出传证和发件箱 配置送达回质 以及管理传出路由等 下面我们对其做出一一的介绍 首先是停止和启动传出传证 停止和启动传出传证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按照书上说的那样 进行相应的操作 就能够对传出传证进行启动 当我们选择启动的时候 传出传证就会处于服务状态 而当我们进行停止的时候 传出传证就处于关闭状态 这次传出传输和发件箱 当我们打开传证属性对话框 切换到发件箱的时候 就能够进行相关参用的设置 它主要包括设置发送传证的 从事次数 从事间隔和折扣的时段等 当然了还可以设置发送传证是否包含标题 是否使用个人封面等等 这方面这部分内容设置也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进行实际的操作 配置送达回子 所谓的送达回子就是当我们发送传证的时候 如果到达对方的传证服务器的时候 是否要求对方进行回子 如果要求回子就需要进行相关的设置 这个也是当我们打开传证属性对话框 切换到回子选项卡 就能够进行相关的设置 用户通过消息对话框和传证 是否发送成功 就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决定 是否继续进行重发 或者是是否继续进行其他的一些操作 管理传出路由 管理传出路由主要是通过一定的 在一定协议的基础上 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 通过这个规则对传出路由进行设置 一般来说这种设置的操作方式也比较简单 和管理传入类路由比较接近 比较相似 路由的规则呢 可用于某个传军设备 也可以用于某个设备组 这个就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 每个组内的设计 每个组内的传证设备也有一定的优先级顺序 这个就可以 这个就可以 主内优先级顺序 就可以通过之前调整好的规则 将设备的优先级进行设置 设置了之后 其发送就会按照优先级的顺序来发送前针 好了 本节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